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21日礼拜五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发动了持续三天的夜间空闸 中国驻奥德萨领事馆的一栋建筑物 遭到了损毁 另外俄罗斯的空袭行动 也是炸毁了准备运往中国的6万吨农产品 第二单消息 南非总统府在昨天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 8月底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了在香港时间 今晚10点半钟进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和捧场 讲回我们今次的主题 先去看一下俄军对奥德萨的凶杂行动 是怎样样样及词语 奥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 位于奥德萨市中心的中国领事馆 一栋建筑物在俄罗斯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被襲击当中遭受到破坏 他在网络上发布了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中国领事馆的建筑物損伤不算特别严重 不过那些枪是被炸爆了 乌克兰官员就说 有一名人员是被炸死了 是一个保安员来的 另外最少有8人受伤 包括一名儿童 至于尼古拉耶夫市就有19人受伤 同时也有几座居民住宅遭到损毁 基佩尔州长在Telegram上发表贴文 他就说 俄罗斯侵略者蓄意袭击港口基础设施 包括附近的办公楼和住宅大厦 以及中国领事馆也遭受到破坏 这个就说明 俄罗斯的袭击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无差别乱诈 误伤领事馆 乌克兰军方就说 俄军对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发射了19枚导弹 出动了19架次的无人机 乌克兰军队成功拦截了5枚导弹 并且击落了13架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扎林斯基 在昨天发布的一段讲话当中提到 俄罗斯对奥德萨发动的凶杂行动 是摧毁了准备运往中国的6万吨农产品 他又说 俄罗斯的恐怖分子 还在继续试图摧毁乌克兰人民的生命 乌克兰要团结一致 度过这个恐怖的时刻 乌克兰是能够顶住俄罗斯 这个恶魔所发动的攻击 以上就是乌克兰方面 所发布出来的讯息 似乎俄罗斯都不是怎样顾大陆的面子和感受 其实连续几件事都是这样的 远的都不要说了 只是说在今年习普会过后 中俄两国就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怎料三天以后普京就单方面撕毁了 因为他宣称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而这个联合声明说了 就说不要在第三方那里部署这些东西 好了 接着大陆就叫俄罗斯 双方这么多贸易用人民币结算 俄罗斯就说肯 只不过转过头 就去唱衰人民币 又说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 人家叫你用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离手俄罗斯就在国际市场上 不断抛售人民币 换回美金 好了 现在又来了 明知道这些大使馆、领事馆 是敏感的了 他照炸可也 当然他不是直接炸了领事馆 是炸了领事馆隔离的建筑物 那就伤了领事馆也不好 大陆很紧张 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7月13日 即是一个星期之前 他在Telegram上发了一条帖文 他说 我们中国并没有忘记到北约组织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所欠落中国人民的血债 亚太国家是不欢迎战争机器的 更加不欢迎煽动集团对抗新冷战的亚太版北洋 炎油在意 哇 现在俄罗斯乱炸 炸到中国驻澳德萨总领事馆 那些玻璃都破裂了 那里面有没有选位呢 就不知道 要清点 那我们看看现在大陆外交部的反应 他们回应了 外交部的答记者问 中国驻澳德萨总领事馆附近发生爆炸 冲击波震落了总领事馆部分的墙面 和窗户玻璃 即是说里面都有损位的 墙面 即是那棵墙 那棵墙 总领事馆人员早已经撤离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中方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继续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在乌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他没有说要如何谴责俄罗斯 或者没有斥责他 没有对俄罗斯说半点负面的说话 至于俄罗斯的反应是怎样呢 截至目前为止 俄罗斯都没有就着这件事来公开表态 也没有作出道歉 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他没有做这些事 至于私底下俄罗斯有没有使用人打电话去大陆沙丹 那就不清楚了 不知道 公开没有 大家当没有 民众就当没有 足以反映出大陆对待不同国家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 99年北约组织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时大陆就激到弹起了 那次大使馆的选位程度很严重 同时也是涉及到人员的伤亡 这次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炸毁了玻璃 但也很敏感 大陆也没有抗议 不知道小粉红有什么想法 俄罗斯方面宣称 今次的凶杂是属于报复式攻击 因为在几日前 俄罗斯谴责乌克兰 襲击连接着俄罗斯本土 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黑尺大桥 严重干扰了俄军的物资运输 没多久俄罗斯也宣布 要单方面退出黑海谷物协� 西方国家希望大陆能出面向俄方施压 促使俄方不要退出这个协� 美国媒体Political引述一名乌克兰官员所说 乌方希望大陆能发出一种讯号 鼓励俄罗斯重新加入黑海公民协议 实际这个黑海公民协议 现在暂停了 或者俄罗斯单方面推出了 对于世界粮食安全来说 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件事很值得说 实际黑海公民协议在去年七月底开始生效 有哪四个国家去签署 包括联合国、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 这一项协议的背景是什么呢? 由于乌克兰就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每年向全球市场供应大约4500万吨的粮食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之前 乌克兰几乎将所有的小麦、粟米和葵花纸油 都是通过黑海的港口出口 但是自从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一些港口已经落入俄军的控制当中 其余的港口有部分遭到了水雷封锁 各种基础设施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故此乌克兰的粮食 没有办法通过船只安全地运出港口 绿路运输也是无补于事 为什么绿路运输做不到呢? 其实乌克兰西边是没有战事的 和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境 问题就是 别人的国家其实不愿意 让你那些乌克兰的谷物过境 因为这样就会打击当地的农业 故此绿路也不行 海路也不行 最终就是在联合国的滑船下 促成了这个黑海谷物协议 使得乌克兰生产的粮食 能够通过海路出口 这就为之所谓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 至于俄罗斯为什么会这么顺滩 去答应签这个黑海谷物协议呢? 当然就有俄罗斯的好处了 俄罗斯本身也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 同时也是一个化肥出口大国 美国财政部当时表明了 他们是不会制裁俄罗斯的农产品的 包括是化肥 这就引到俄罗斯去签 但是来到一年之后的今天 俄罗斯就反口了 为什么呢? 虽然俄罗斯的农产品 或者说粮食和化肥出口 并没有遭到西方的制裁 但是西方的银行 保险公司 船运公司 以及其他的私营企业 对于和俄罗斯做生意 始终都是感到疑虑 而这些疑虑呢 到现在这一刻都没办法消除得到 虽然美国财政部拍了心口 就说不会制裁这些产品了 但是那些机构 事前想后 仍然心有余悔 不是很愿意和俄罗斯做贸易 于是乎 这个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 很不幸的是 黑海公物协议 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条款 至今并未得到实施 故此这项协议是要被终止了 一旦有关俄罗斯的协议条款得以实施 俄方就会立即恢复执行这一项协议 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不止这么简单 他们还要求俄罗斯农业银行 要和SWIFT支付系统重新连线 你只是落美国面 人家把你的银行制裁 现在又要在SWIFT系统里面包揽 制裁什么 另外又说要恢复农业机械和零部件的供应 不够机械去生产 取消保险和再保险的限制 恢复陶里亚提至乌德萨的安管道 并且解封俄罗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业界的资产和户口 总之要求就多多 越提就越多 这些当然人家没有办法轻易可以满足得到 于是乎现在这个黑海公民协议就暂停了 对于世界来说 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呢 实际这一项协议还有一个用途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就利用这一条人道主义通道 运输了72万5200吨的粮食 作为给埃塞俄比亚 索马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 就会购买几百万吨的粮食产品 其中七成半是谷物 在2021年的时候 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采购量达到440万吨 乌克兰是最大的来源地 佔了整体的两成 隔于大部分的粮食 其实都是运往非洲 以及也门等的西亚国家 世界粮食计划署 倾向从东欧采购大部分的物资来替代 所以令到有些国家可能会陷入饥荒 因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年度报告 在去年有破纪录的3亿4900万人 是经历急性的饥饿 有77万2千人还处于饥荒的边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的工物没有办法出口 即是在2月至7月期间 现在又会很严重 除此之外 便会导致粮食的价格上涨 因为谷物的价格急升 那些面包凡是涉及到谷物的东西 都会水涨船高 至于昨天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和农业部长泰劳斯宣布 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佛克和罗马尼亚五个国家 已经签署了一项联合文件 希望在9月15日之后 延长五个国家 对乌克兰四种谷物的进口禁令 直到今年年底 因为他们担心 俄罗斯对黑海航运的封锁 可能会对于他们的国内糧食市场 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实际这五个国家过去大半年 一直都说要限制乌克兰的粮食进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国内的农民 猛地走出来抗议 不满谷物的供应过剩 导致到价格崩盘 于是乎 人家也要做些事情 面对国内的民众 再加上今年秋天的时候 波兰又会有一个大选换届 大选 于是乎人家没办法 顾得个头 顾得个计 当然要保障自家人 我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俄罗斯现在宣布 从7月20日开始 所有在黑海水域 洗往乌克兰港口的船 都会被视为潜在的 军事货物运输船 俄罗斯会试这些船隻 他们掛着哪些船旗 那个国家就是捲入冲突的国家 等同于当你宣战 就是要造成一个效果 使得你乌克兰的粮食 不能够再通过黑海 输出去外面 这些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也没有好处 因为人家也不会买你的东西 尤其是经过今次这件事以后 西方企业 就更加会对于俄罗斯那些 谷物和化肥 显得更加的避忌 先不要说制裁那一件事 若然被西方的媒体消费者 发现 他们走去猛进口这些俄罗斯产品 那家屋会不会被人杯葛 会不会引起很大的抗议 所以别人都废话跟你做生意 至于俄罗斯搞空闸 又炸了六万吨 准备运往中国的农产品 这些要中国自己来追究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件消息 南非总统府在昨天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8月底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 为什么普京不去呢? 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台面上哪个原因 即是国际刑事法院 较早前对普京落下了一道通缉令 指责普京向俄罗斯转移乌克兰异痛 犯下了一行战争罪 发了通缉令以后 其实南非就要遵守 因为南非本身就是 国际刑事法院的替约国 你又有份落实这件事 没理由去到执行的层面 输打赢要的 虽然南非向来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 都比较友好 但你也不能够偏帮 帮得出面 故此南非当局 其实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当中 普京来又死不来又死 不来的时候又怕得失了普京 他来的时候 究竟要不要执行这个逮捕呢 故此南非政府较早前 还试图和国内的反对派来谈判 想通过一道特别的法案 对普京进行一项特别的豁免 即是由得他来 因为今次金砖五国峰会 其实搞到很盛大的规模 不单是金砖五国的领袖会出席 即当时邀请了普京 同时邀请了非洲所有国家的元首去 共聚一堂 场面就很虚陷 很有面子 如果可以去到的话 但是那项特别法案 迟迟都未能通过 执政党想豁免而已 反对党不是这么想 于是一路拖 其实南非当局都很投行 如果真是坚持要出席这一场峰会 那你到时 要不要执行这个通緝令 将他逮捕好呢 如果不拘捕他 放生他的 又不得他四围走的 那就变成了南非是失信于国际 你作为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替约国 你竟然也不执行那些命令 那你的诚信何在呢 好了 如果要将这个普京逮捕的时候 南非又担心这样做 等同于就是向俄罗斯开战 那于是乎呢 想也想不到怎么解决好 好啊 昨天呢 昨天南非总统府的办公室 发表了声明就说 普京呢他不来了 改由呢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替出席 那南非就一天都光晒了 同时也是反映出 喂 这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緝力 不是没有效果的 现在就已经发挥了效果出来了 就是使得普京不能够到处外访的 那这件事我们一早就判断了 是吧 那至于说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些媒体呢 就没有什么提及到 就是 你刚刚线俄罗斯国内才爆了一场这么麻烦的事情 整个华格纳出来半变 虽然事后就说 其实不是想推翻你普京的 如何如何 那问题就是 如果普京真的坚持要去约翰奈斯堡参加峰会 喂 而你国内有些人搞你的 甚至乎是你那些亲信 或者有些人怕被你清算 嘩 遮头遮腦又半变 喂 那你普京就变成了事实上的流亡 即是如果你国内一团租 你那些在国内的亲信搞不定 或者已经加入了半变的阵营 反你 那你怎么办呢 那去哪好呢 去阿根廷 去完南非之后 真的是流亡了 所以他不走是有他的原因的 一来又担心逮捕 二来就是 你走了又不知道 获来的情况是否控制得住 尤其是这些独裁者 他信得谁才行 邵伊古也信不过 这个华格纳也信不过 个个他都信不过 他最信得过就是他自己 于是他不去 我认为是很合理的 那就派他的替身去 其实拉夫罗夫已经在做这个效果 有这个作用 凡他去外访 多数都是拉夫罗夫代替他 他怎样可以到处去 所以之前有些消息在那里传 说普京很快就会访华 我有些保留 我认为最起码在这两三个月内 未必会做到这一件事 第一就是 虽然中国他没有签署这个 国际刑事法院 其实是不受规管的 普京可以大摇大摆地 在中国出入也可以 如果中国欢迎他的话 我相信中国也不会对他 有什么抗拒 但是 喂 如果普京访华 而中国又无任欢迎 那你也要向国际社会交代 虽然现在也不是很看美国的面色 但是欧洲呢 东盟呢 其他那些国家呢 会怎样看这件事呢 日本呢 等等 他都要顾及其他国家的看法 虽然也不是很顾 因为现在战狼外交 但是同时你说第二就是 喂 普京会不会这么快可以抽身离开啊 他不怕啊 他没有阴影了吗 刚刚才说变变了 他不需要坐镇大本营 他不需要在莫斯科那里盯着那些人 一个礼手去了北京 他会不会变成西黑老黑亲王呢 长住就变成了 所以我很有保留 未必会是这两三个月的事 好了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